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到了已经到了 倒数第二集了 对不对 好了 我们还好像 有很多的话可以聊 我们先来欢迎一下 我们的林凤草老师 爱尊师姐 大家好 大家 亲爱的宝贝们 我跟你讲 你有资格叫所有的人 心甘宝贝你知道吗 也可以 对 来 欢迎我们的编剧 我们的琴匹芳师姐 您好 爱尊师姐好 全球大海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也是你的宝贝 对 都是我的宝贝 都是你的宝贝 讲到宝贝 我真的有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以前那个俗骂 对 俗骂 就是上人暑假的母亲 是 她看到每一个人都 怀孕的时候 是喔 看每一个人怀孕的时候 对 她就招她 如果生好生 就说好话 不就我们儿子 做我们儿子做回馆 然后她就一个 所以说现在不是说要 百万的会员吗 对 就要学俗骂的那一套 对啊 她好温暖 而且她 对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她说 心甘宝贝 你整个人都要融化了 对 但是要叫人家心甘宝贝 一定要必须要有一个地位 年龄 对不对 你可以了 好 那讲一讲 你说你的心甘宝贝里面 其实最大的宝贝 就是你们家那个亲爱的阿娜达 对 没错 她是我家的大儿子 大儿子 最大的孩子 男孩子 她到底比你大几岁 四岁 大四十岁 可是她看起来 是不是觉得好像比你还小 什么事都要我照顾 她有点惯了 依赖 师姐照顾她 照顾得太好 对 没错 照顾得太好了 对不对 她太好命了 她从小就是好命的不得了 所以她教育 从小她就好命 因为她妈妈也很疼爱她 最主要她是他们家族的长孙 然后有一个阿嬷非常疼她 她本来就有一个阿嬷很疼她 对 很疼她 所以什么事都不让她做 她喜欢看书 所以她窝着就 人家说有一个窝 就是窝着就一个窝 她就窝在那边 就不动了 就不动 如果长辈看到孩子会看书 就真的什么事都会就要做 对 觉得这是非常认真的孩子 用功的孩子 然后妈妈也照顾得很好 然后再加上你 这个照顾得更是我也不治 对不对 那从她这个身体健康各方面 很好的时候 一直到最后 最后的这个生命的尽头 是 这一段时间的照顾 真的是很辛苦 很辛苦 心也苦 心里面也苦 不过还好就是她很疼我 所以她的苦就没有表现出来 让我感受到她的苦 所以那段时间 我还曾经说过 我推着她在台大医院 从旧楼要到新楼 要去做复健的时候 通道我就问她 我说 你以前都这么意气风发 那现在这样这么苦 你会不会觉得很沮丧 她竟然跟我说 不会 我感到很幸福 我说为什么 因为老婆都在我身边陪着她 因为我们过去做什么事情都是 各自走各自的路 我做慈祭都很忙 一天到晚就是 就是往外面做很多很多房屏 发放 都不在她身边 那么这一下子她身边四年多 有四年 对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都寸步不离 包括我慈祭的事情 我都只有除了出去收钱以外 活动我都尽量也 能不参加就尽量不参加 所以她感觉到她很幸福 她说我这太太不离不弃 她是这么认为 不离不弃这句话 应该这样说 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子 师兄他人生 从以前他是一个奉献 教育一辈子的人 到达他后来生病 你说生病人不苦吗 各方面都苦 但是我觉得师兄有一件事情 让我觉得他默契的时候 是很了不起的事 我觉得他渐渐能够体会到 他身边这个老婆有多么的珍贵 所以我觉得他会鼓励他 虽然他知道他寸步不离的 在照顾他 但他会鼓励他说 你喜欢做慈祭去做 做你开心的事 我觉得那个是他很大的一个转捩点 所以我们其实在剧本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生病的时候 我的形容是 两人的爱情又重新开始 你这话说得很好 虽然说这个时候 是一个躺在病床上 一个在旁边照顾他 可是又回到好像 想当初那种浓浓的爱的感觉 是不是 刚谈那爱的感觉 对 真的 就立在一块了 孟师姐你好棒 不是 你的编剧棒 他把这个 他把这两个 两个不同时空 对 那个境界的 把他同身 对 这又重新谈恋爱那种感觉 对 他有这样的感觉 他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这样跟你说过 对啊 所以他才会说 你知道我们在采访他 有个画面很好玩 就是他躺在病床上 师姐在旁边写 写他的金丝语 你知道吗 师兄是一直看着师姐 那种含情默默的看 不就跟当初谈恋爱是一模一样吗 对啊 在那个时候 你这样子陪伴他 当然你一定是把很多的 你的志工的工作 先暂时放下 对不对 可是写进一诗语 还是持续可以在 对啊 在医院啊 还有你在身边 是给他一个很大的精神支持 是没错 让他感觉到说 我老婆没有 因为他生病而离开太久 我都这样 其实这样子的比较起来 我们也曾经在医院 就是比较说是需要长期的住院的 一个医院里面 我们会看到都是看护 对 那孩子当然有事业 我们也不能责怪他 对啊 那有很多年另外一半也不在身边 所以这很珍贵 所以对师兄来讲 我相信他那一段时间 自己在思考他人生的一些状况的时候 他会很珍惜 原来我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婆在身边 我觉得那个对他来讲的那段时间 应该是我未杂成 在他的心境上 你这样提醒我们也真的是看到了 就是说真的师兄在病塌上面 这样子看着他在写禁词语 是 多美的一个画面 很美很美 那当然这么美的禁词语呢 到现在还持续在这边进行中 然后跟大家结这份好约 对 没错 我们听说在台北的话 你可以固定的在心电慈禁医院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林凤潮老师 在那边写经思语 对 没错 然后来结缘跟你鼓励 对不对 对 都是在什么时间 我们赶快跟大家讲一下 是每个星期五的早上九点半 不过我们现在因为人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变成两组轮流 我如果这个礼拜来了 下个礼拜我就休息 换另外一组 隔周 隔周 如果观众需要 尤其是海外 要到海外去宣导我们的禁词语的话 那事先跟我讲 我会为你准备 太好了 不过我们就希望大家 我们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到心电慈禁医院 当然不一定是去看病 因为心电慈禁医院真的蛮好逛的 那你就可以在礼拜五的时候 然后在二楼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林凤曹老师 这个礼拜没看到 没关系下个礼拜 你就会看到了 好 那我们现在也请我们的观众朋友 跟着我们节目 一起来看一下林凤曹老师 他在心电慈禁医院怎么样 写禁词语跟大家结缘 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 那如果是都不同 就是两周换一次 每天都会有不同班的志工 那怎么做 好 谢谢 我们医院的用意就是希望说他在等候看诊的时候呢 利用这个时间来浏览一下我们的这些好话 好话 禁医院 不管是给病人也好或者给治理都可以当作是一个转化一下他那种 比较紧张或者是比较落寞的心情 谢谢 谢谢 祝福你啊 那有没有喜欢哪一张图 有没有听妈妈的话 有没有 有 那很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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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他会更了解 让他这句话真的能 当他的座右鸣或者是他人生的佛佑 这样不就是一朵了吗 那你再画一个 好 你从这边开始 你从这个圆心这边开始 展开来 展开 顺着 好像太粗了 你轻一点 没关系 到底下 写字我觉得是一件尽心的修炼 因为我本身还满喜欢写字 平常包包里都会带着笔记本 就有什么念头想法都写下来 所以这大概是我跟师姐 最大的共同点吧 对 我们都是文艺少女 师姐 那就麻烦你帮我写这张而已 因为今天呢 是第一次跟师姐的本人碰到面 然后呢 我觉得师姐真的很爱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然后而且说话非常调理 然后在写字的时候也很从容 我觉得从容这两个字 应该是我今天发现 师姐最大的特质 应该是人生经验的琢磨 因为我曾经大风大浪过 所以你不从容不行 这个可能就是像上人说的 你学会放下 你所不想要想的事情 或者你烦恼的事情 你都要放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